HELLO 大家好,主春奴 自從今年1月8日恢復正常通關後 澳門入境的旅客量持續上升 3月入境的旅客達到63,000人次 所以1月春節到現在 不論是大型博企中場 或是擠滿街坊島神的衛星場 都見到人頭湧湧,圍了桌 根據澳門豪博新聞報道 指澳門綜合旗下9間衛星場 3月殺數總共錄得超過6億元 真是西非利 其中置地娛樂場和蔡神娛樂場 依舊穩守排名頭一二位置 都很難陷動他們的位置 而金碧娛樂場 以超過6,000萬元的殺數 殺入三甲的席位 另外澳門直屬的十六婆 近月亦欺世如雄 場內場外人頭湧湧 我都去行過 街坊島神、知心島神 八、九十歲那些都在玩 真是非常熱鬧 帶動上個月有過億元的殺數 至於王家金寶、英王、君兒、海旋盤 和麗公娛樂場 殺數都不足 相信大家都有錢賺 而疫情過後 第二個旺季 內地五一黃金週 在4月29日 星期六就開始了 旅遊局長文耀華都說 希望今個檔期 入賓旅客有7萬人士或以上 酒店入住率保持八、九成已經很堅 有博彩業界人士說 按照現時種種指標和趨勢推算 只要不出意外 希望不要有第二波疫情小高峰 今年澳門的賭收有望達到1,600億元 甚至更樂觀地預測 2,000億亦有可能達到 誇張了些 1,600、7億都收貨了 這集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你截圖而言嗎?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